男人被熊熊烈火吞噬 本以为他会因此丧命 可下一秒 他竟从嘴里吐出十吨烟雾 连续两场失败后 让任牙等人士气低落 众人聚在一起准备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可就在此时 多利安静拎着一桶汽油出现在这里 他竟想以一己之力 灭了在场五位格斗家 余地克斯一脚踢飞了多利安手中的火机 随后将汽油撒在了多利安的身上 多利安懵了 看着克斯点燃火机 多利安吓得不断后退 可几天不见的克斯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战斗力直接翻倍 在轻松放倒多利安后 克斯微微一笑 随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将火机丢向了满身汽油的多利安 顿时火光冲天 瞬间多利安就被熊熊烈火吞噬 待火焰熄灭后 多利安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可就在众人打算叫救护车时 烈海王察觉出了一场 他猛的一脚踩向多利安 可这老头突然抱起 然后将眼睛瞪得老大 下一秒 他竟从嘴里吐出了大量的争气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惊 接着多利安将衣服撕烂 没想到他居然又满去复活 就在多利安猜想 他的对手是烈海王还是独步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余地克斯的师父加藤青城竟出现在这里 作为神星会空手道实战大师 加藤的实力可谓是毋庸致 加藤也不废话 上来就对着多利安使出了一技 强有力的侧体 紧接着又是一技之冲拳 将老头打得单手称帝 眼看着多利安还想反击 加藤微微一笑 随后猛的一掌劈下 竟将多利安的耳朵直接切了下来 看着众人一脸的震惊 加藤露出了手中的玩具 仅用一根细小的鱼线和橡胶管 就能制造出既方便又实用的武器 可下一秒一道荧光炸现 一根细小的钛合金刚丝 将克四和加藤牢牢地捆在了一起 多利安愤怒不已 忍着剧痛掏出了打火机 随后猛的一拉 眼看着两人就要被切成肉块 独步一掌劈下 能承受一顿拉力的钛合金刚丝 就被他轻松斩断 不愧是攻守道之神 独步的手掌经过千锤百变 已经达到消铁如泥的程度 多利安眼看不妙 开始浑身颤抖 下一秒他竟从嘴里吐出一颗手 等到警察赶到这里的时候 现场已经没了众人的声音 只剩下天花板上被炸穿的大洞 难道任牙等人被炸成灰了吗